而除了有没有残留屏息之外呢 到底管线要不要埋回去 经济部呢 交给业者及主管机关去判断 可是现在呢 像是中游跟中石化都认为呢 签到哪居民都不会接受 如果呢 改成用草车来运送呢 更是危险 倾向呢 不签管线 至于呢 荣华则是低调的表示呢 不敢不签 交由主管机关来决定 管线要不要签移 要不要埋回去 这个要由这个公司 来做它的决定 引发气暴争议的管线 到底要不要埋回去 成为烫寿山域 经济部说 现有业者申请 再由相关主管机关审核 但中游及中石化都表态不想牵管 中游跟直言若改用草车运送 只会让整个高雄市 都暴露在爆炸危险之中 以我们的业者的想法 当然是 原来管输是房塞还是管输 比较大的问题是说 那你到哪 可能人家都有几率啦 会有这个问题 供应你不用管线 你可能就要用草车 用草车 它本身跟管线比起来 发生状况的可能性是更多的 一个车子了不起 带个20吨 一万吨的话就要500车 运送整个最交通的冲击 最安全的冲击 这都是一个值得全面思考的啦 中石化表示 早在民国79年 中石化的管线已经拉近地底 现在要业者牵管 会影响产业发展 建议加强管理 才是根本知道 发住宅的这些东西 发的太靠近这个工业区 反而是慢慢把整个工业区包围了 从哪边绕过去 然后这线路图怎么去定 这都没有就很难顾 对不对 我们还是希望说 用原来就不动的方式去走 因为这个案子 最主要还是在管理上面的问题 这不是实话的独有问题 你怎么去管理 让它管理的好 你的话你就你不要做 只是你把它拿掉而已啊 还是说我要好好把它加强 变成我们最有能力的部分 基本上这条管线 我觉得原地埋回去 基本上是不太可能 因为我们目前这条线 是完全关闭了 但是公司目前还没有其他的想法 至于李长荣化工态度相当低调 强调不敢不牵管 尊重主管机关决定 工业用途地下管线 人人近而远之 要如何兼顾居民安全 以及产业发展 成为气暴事件衍生的另一门 重要课题 有点TV五家萧薄博新秋星 一新北市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